台灣的觀眾你們好 我是3CM的導演 那今天非常高興你們來看3CM 那現在有一個小小的時間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會拍這部紀錄片 其實拍這個紀錄片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跟你們一樣一開始看到子女性那個新聞 然後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後來因為朋友的關係認識了Rebecca Rebecca她給我一個很特別的印象 她就是跟其他罕見病家庭的母親很不一樣 我相信你們看過之後就更加明白 後來知道他們成立association的故事 還有就是知道他們要爭取的是什麼 我覺得他們的態度很厲害 所以我真的很想把他們這個事情可以記錄下來 當然要拍罕見病這個題材其實蠻困難的 就是社會上面其實有很多人對罕見病已經有一個既定的想法 還有就是再拍一個關於罕見病的故事 其實有沒有有興趣去看呢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我希望3CM可以用一個比較新的角度 有一種比較文明 理性 進步的方法去跟大家討論 跟罕見病這個事情 還有藥物這個事情 還有藥物這個事情 在香港發生的是什麼事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拍他們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就是他們很不一樣 他們基本上全部都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背景 他們的教育 他們用的方法 他們的生活水平 全部都是不一樣 但是他們走在一起的原因 就是他們因為他們的女兒患同一個病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於觀眾去理解3CM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也希望他們可以理解更多 其實不同背景的人都有機會去患上不同的病 但是問題就是患病之後 那個system應該是怎麼樣啊 所以問題應該是在之前啊 從來都應該是之前 而不是在問題之後才解決 那這個就是 我想拍他們的原因啊 最後一個問題 是這個問題啦 在香港有很多人在討論 因為他們都沒有想過 我 在一個關於罕見病的紀錄片裡面 最後是 有一個 這個ending 但是對我來講 發生這個事情 其實是正常不過 因為我覺得一個地方 怎樣去對待一些有需要的人 其實是真的能夠體驗得到 這個地方 怎樣去對待 人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 在香港發生那個3CM 發生那個 最後那個ending的故事 其實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為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 所以對我來講 最後其實是一個非常真實 非常真實的一個ending啦 也希望你們能夠感受得到3CM 呃 故事裡面 我希望可以傳遞的message吧 謝謝你們喔